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物质的不同的节度 不同的观点 唯物主义说这个世界是物质 唯心主义说这个世界是精神 那么佛教怎么看这个世界呢 这个我们很早以前就说过 释迦牟尼佛的佛法 它既不是唯物主义 也不是唯心主义 它不是 这两个都不是 那么它怎么看这个外在的世界呢 它认为在我们的感官的世界当中 我们的感官的世界当中 或者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这个世界里有物质的成分 也有精神的成分 这两个都有 就像二元轮的观点一样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有物质 也有精神 比如说我们的房子 车子 桌子 等这些东西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没有人认为这些是精神 大家都认为这个是物质 那么这个时候 佛教也不会否定这一点 不会否定的 也有物质的成分 也有精神的成分 这是我们的生活当中 因为我们很多人 不了解佛法 不太深入的学习 所以对佛教有很多的误解 佛教里面将 无我 空心 这样子的这些 有一些这样子的观点 这个我们绝大多数的 学佛的 不学佛的 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他们把无我 空心 这样子的词 他们解释 或者是他们 他们认为是什么样子呢 这是一无所有 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 就去否定自我的存在 生活当中去否定 这个世界的存在 很多人是这么认为 但是这个是对佛教 对佛教的一种无解 其实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要怎么了解呢 首先要分清楚 首先是第一个 是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范围 也就是说我们的 厌而必失神体 这五个甘贯 或者这五个器官的 他们对世界的人事 这个叫做生活 或者是生活的范围 或者是感官的世界 那感官的世界当中 释迦牟尼佛 他不会否定自我的存在 我们大家都是存在的 因为我存在 现实当中我也存在 来时的我也存在 过去的我也存在 过去 现在 未来 我是存在的 如果我现在杀 倒 阴 王 这样子去做这些坏事的话 那么我下意识会受痛苦 所以这一生当中 有一个人 有这么一个人是存在的 去杀到阴王的 所以下意识的时候 也有一个人是受国保痛苦的 这种人是存在的 他不会否定 这个世界当中 也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不存在 我们是存在的 所以禅宗 禅宗里面有一句话 非常出名的 这个方侠 这个我们很多人也听说过 今天我们学佛的 不学佛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 如实到这么几千年以来 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 所以学佛的 不学佛的 大家都 或多或少 大家都知道 这个过去 都听说过 都听说过 这些 比如说空心 比如说 赖世 这些因果 这些大家都听说过 但是真正的了解的人 真正的了解的人 就不是很多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知道 在这个过程当中 释迦牟尼佛 他是不会去否定 这个过去 未来 都不会否定 那么放下 这个是 也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禅宗里面 讲过放下 那我们 也就有一种 无解是什么呢 很多人觉得 不能执着 不能执着 我们学佛的人 就 就 走了两个极端的路 一个是什么呢 不执着 放下 什么叫放下呢 他们说 所有学佛的人 所有的学佛的人 对什么都不执着 都放下 比如说家庭 五指 还有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 烧香 拜佛 念经 磕头 包括这些 都要放下 有些人是这样子 这种说法 也是不对的 那么有些人 就是根本就 不懂得放下 就是一个 共力的心态 去我们刚刚讲过的 就是因为我给佛 烧香 白佛 烧 这个 高香 佛 就是因为我给佛 烧了香 所以佛要抱有我 就是这种 这两个都是不对的 那么 放下是什么呢 在生活当中 在这个生活当中 我们放下的是 需要放下的是一部分 并不是所有的 需要放下的是什么呢 杀到阴亡 比如说杀神 然后就是头刀枪劫 邪影就是破坏别人的家庭 然后就是这个 撒谎 欺骗 扎骗 等 简单的说 对其他的终生 对其他的生命 有害的这些 这些欣慰 这些话 说出来的话 或者是做出来的事情 这些 要先放下 先放下 并不是所有的方向 这个时候呢 我们 对文思修 需不需要放下呢 不能放下 这个时候不能放下 文思修不能放下 那么这个也不是执着吗 这个也是执着 这个也不是欲望吗 这个也是欲望 我们世俗人也说 欲望就是发展的动力 其实这个话说的没有错 欲望在某种程度上 是我们的发展的动力 如果没有任何的欲望了 那么根本就没有办法往前走 但是有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就像这一类的花 我们经常在 无论是在佛教的领域 或者世俗的领域当中 我们对这些花的误解 最后导致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的 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像因为我们认为 欲望就是要 就是发展的动力 所以不能控制 一定要有欲望 那么这样子以后 我们刚才讲过的 今天我们所有人都是希望 活得幸福的 但是我们这一座的人当中 真正幸福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 非常少的 全国企业家 全国的企业家当中 做过调查了 那么说自己比较幸福的人 有多少 只有百分之四 百分之九十的人 说自己不幸福 那为什么呢 企业家 是我们今天的 这个标准来说 他们是成功人士 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精硬 那么精硬都没有幸福感 那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有幸福感吗 所以觉得自己幸福的人很少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原因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欲望 就是因为我们的欲望 所以这些所有这类的词 我们把它的内容 误解了以后 最后导致生活上的很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欲望 让它无限制的 无限制的膨胀 这样子以后 无限的膨胀以后 最后它是一个发展的动力 但是它让我们发展到什么样的方向 它没有让我们发展到健康的发展 它是另外一种发展 是一种发展 但是发展是它让我们发展到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这些词 我们还是要理解的时候 必须要有个正确的 必须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 所以我们所谓的方向也是这样子 也并不是所有的方向 比如我们的一部分方向 但是另一部分是不放下的 最后成佛的时候放下了 所有都放下了 但是这个时候 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放下了 但是它有更好的东西 更好的东西 替代了我们今天的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不要怕 成佛了以后 所有都放下了 那么佛什么都没有了 佛会幸福吗 不要以为是这样子 佛今天我们的这些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东西 佛不会有的 佛也不会去用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并不代表 佛一无所有 佛有的 佛的智慧 佛的一切 佛的身体 佛的智慧 佛的一切 都是远远超越了我们 它拥有的 已经是一个超级的东西 不是我们今天的 所以第一个放下 也是不对的 这样子全部放下的 这种 也是一种无解 所以以后我们不要说 佛教徒不是所有都要放下吗 为什么还要去吃饭呢 为什么还要去穿名牌的衣服呢 为什么还要住这个别墅呢 为什么还要开名车呢 就是这些人的意思是 凡是佛教徒都是穷人 一定要过这个艰苦的日子 其实不是这样子 佛教告诉我们的 并不是外在的这些东西 他告诉我们 我们刚刚讲的 戒丁慧 是我们追求的东西 当然佛教要求我们 稍遇知足 生活尽量的 生活尽量的 简单的生活 简单的生活 简单的生活的意思就是说 降低我们的生活的水平 但是这个并不是说 降低我们的生活的品质 生活的水平有所降低 但是同时生活质量 已经会增长的 不要以为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 是一回事 只要生活水平 因为生活水平是以物质来衡量的 不要以为生活水平不高 就一定会生活的质量不高 其实不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 准确的选择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时候 也不要以为 佛教徒不能用这些任何东西 其实也不是 只要 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只要这些钱不是来自于不正当的手段 这样子的话 那么佛教徒也可以住别墅 也可以开民车 也可以穿时尚的衣服 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的标准不在外面 他的标准就在里面 解钉回 吻思绣 知慧和慈悲 才是佛教徒的标准 佛教徒不是拜金签 不是崇拜金签 但是佛教徒也可以拥有金签 这方面我们必须要对这个世界 或者是在这个生活当中 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标准 这个很重要 那么第一个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个外在的物质呢 释迦牟你告诉我们 这个里面也是第一个所知是什么呢 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 它既不是微物也不是微星 而是一种环觉 这个我们想 我们今天这做的当中 也许有刚刚接触佛门的人 我想他们可能不太理解 不太理解 怎么可能这个外面的这些一切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这么真实的东西 这个怎么可能是 怎么可能是幻觉呢 那么佛这样子以后 我们学佛了以后 佛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或者一个不准确 会误导人 他会让我们离开 正常人的生活 有可能这样子的担忧 但是呢 这样子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不会这样子 佛教不会让我们离开 这个生活 佛教不会扯上我们的家庭 佛教不会破坏我们的家庭 不会破坏这个人的正常的生活 但是我们对外面的这个世界 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要知道这个是一种幻觉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当中呢 就是一种庞大的虚幻的世界当中 庞大的虚幻的世界当中 但是这个庞大的虚幻 它本质上来说 它是一种虚幻的世界 但是它本质上是虚幻的 但是呢 这个还是要分两种人 分两种人 一个是什么呢 知道这个是虚幻的世界的人 另外一个是不知道这个是虚幻世界的人 我们要分两种 那么我们今天在座的大多数人 尤其是刚刚接触佛教的人呢 那么肯定是不知道这个是虚幻世界的人 肯定是这种人 那么正对这种人而言 这个世界它是非常真实的东西 它是非常真实的 这个真实呢 并不是说它实际上真实 而且对这些人来说非常真实 它实际上不真实 但是对这些人来说 非常的真实 比如说 我们大家都会说 昨天晚上我们在梦里所见到的一切 都是假的 梦其实就是一种虚幻的世界 我们会这么说 梦它的本质是一个虚幻的 但是这个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说这个话呢 这是我们要分两种人 一个是从梦里面已经苏醒过来的这样子的人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人正在做梦的 没有从梦境当中出来的人 有两种人 那么两种人对那一种人来说 对那一种人的这个立场来说这样子的话呢 当然是从梦里已经苏醒过来的人 已经苏醒过来的人 对他们来说 昨天晚上我们所做的梦境都是假的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它是不存在的 它是一个虚幻的东西 但是那另外一种人 正在做梦的 还没有苏醒过来的 这群人来说 这群人来说 这梦里面的一切 对他们来说 是很真实的 非常的真实 就像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一切 跟梦里面的一切都是一样的 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所以 两个不同的人 这个人对这个世界的人质是不一样的 有一种人把它当作一个虚幻的世界 另外一种人根本就不认为这个是虚幻 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 两种人 那两种人我们两个不同的阶段 当中两个人的观点都是对的 什么样的不同的阶段呢 比如说我先做梦 然后我从梦中 苏醒过来 那这个是两个阶段 一个是我做梦的时候 另外一个是我新过来的时候 两个不同的阶段 那我正在做梦的时候 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时候呢 那梦里面的一切都是对我来说 它很真实 非常的真实 这个时候 不能否定 这里面的一切 都是真实的东西 这跟我们的生活 现实生活当中的一切 完全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 我从梦里醒过来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知道 刚才的这一切 其实都是不是真实的 都是假的 都是虚幻的 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梦里面的一切是 这个时候呢 要说 对这个人来说 这不是真实的 这时候呢 要说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说 一切是虚幻 那么这两个当中 到底那一个是真实的 到底那一个真实 所谓的真实是 站在谁的立场去说 谁的立场去说 这个是真还是假 这个呢 实际上 苏醒过来的人的立场 是准确的 相对而言 它的是准确的 应该怎么说 那我们今天也是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的无中感官 尤其是我们现在 没有开悟的时候呢 这个世界是非常真实的 所以我们 不要放下 需要 该有的欲望 我们要用 不该有的欲望 不能有 该做的事情 我们要去做 不该做的 不能做 我是存在的 所以 我一定要 尊重这个 自然的规律 如果我不尊重 营国 不尊重 自然规律的话 我一定会痛苦的 这些都是 我存在的角度讲的 那另外一个 是更高的层次 更高的层次 就像 六祖回能大师 讲的一样 本来物一无 就是说 任何一个 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它不是 现在编程没有了 它就是 本来就是没有 从源头 就是不存在的 这个 很好理解的 比如说 我们 做萌的时候 发现 萌里面 我萌间 我赚了一百万 赚了一百万 然后呢 输了一百万 这样子 萌做一个这样的萌 我们赚钱的时候 我很高兴 非常的高兴 又把这一百万 输了一百万以后 又很痛苦 又很痛苦 那这个时候 这个并不是说 我输了一百万以后 才没有这个一百万 它本来就是没有 我从来没有 没有拥有过一百万 我从来没有赚过一百万 所以 本来无一无 本来无一无 但是这个是 佛教的 比较高层次的 这个境界 那这个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怎么样用呢 就是说 让我们不要太过度地去执着 这些东西 不要太过度地执着 我们可以放下一部分 一部分我们可以保留我们的观点 可以不放下 但是呢 这是 这是为了 为了未来的这个方向 为了未来的方向 我们一部分的东西 不放下 为什么要为了未来的方向 我们一部分不放下呢 就是 这一部分这个动力 这是我们的动力 那这一部分都放下的话 那么我们就达不到最后的方向 所以 就是在生活当中 还有 有善 有恶 罪恶 杀到阴亡 我们不做方向 不杀 不倒 这个 慈心 慈悲心 哀心 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 我们不放下 要去做 吻死朽 戒丁徽 不能放下 但是最终 我们要知道 这个世界 是虚幻的 这世界是一个虚幻的世界 实际上 真的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世界 今天我们 七十亿人口看来 就是一个 同样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 对我们七十亿人口来说 这个世界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就是 之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个世界是一个这样子的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我们自己的感官 我们的眼睛是一个 眼睛的结构 今天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听到 我们的耳朵的结构 就是今天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听到的声波 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这个光当中 只看到可见光 就是光波上的一小部分 其他我们看不见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是这样子 所以看不见 那我们的耳朵 只能听这个圣波上的 中间的一部分 然后其他的上下 过高的 过地的 我们听不见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耳朵的结构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世界是这样子 有一天我们的这个无中感官 如果发生了一个 根本性的变化的话 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会有一个 巨大的变化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世界 不是这样子的世界 它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 这是一个佛教的 高端的一个课程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不需要这样子太多 这个因为曾经讲过很多次了 基本上这个理论 道理都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 我们今天这个生活 是像做梦一样 一个虚幻的世界 但是呢 这个虚幻的世界当中 它有虚幻 有一个虚幻的这个规律 虚幻有一个虚幻的这个游戏规则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 瓦尔东这个游戏规则 才能够感觉到虚幻的世界 所以还是要不能脱离 它的这个游戏规则 所以还是要赢国 这些要该做的事情要做 但是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虚幻的 这些游戏规则 是一个虚幻的世界